来做一个小孩子爱吃的红豆包 这样做轩软蓬松香甜可口 喜欢的朋友也试试吧 杯中倒入250毫升温水 放入5克酵母粉 再放入一勺白砂糖搅拌均匀 接着盘中倒入500克面粉 倒入酵母水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片状下身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饧面30分钟 用手指试一下不回缩不塌陷 成蜂窝状态就可以了 拿出来反复油搓排气 只揉到里面没有气孔 再揉成长条非常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擀成圆面皮不要擀太薄 早上事先准备好的蜜红豆 像捏包子这样收紧口 再把它擀成牛舌状 反过来也擀一下 擀到豆子四路非路即可 底部用手指压一下 从上面往下卷 最后收口处抹点清水粘合 全部做好后放入锅中 再次醒发15分钟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再焖3分钟 时间到出锅 哇好香 浓浓的豆香味 这样做轩软蓬松 红豆软糯消绵 非常的好吃 面粉经过发酵 孩子吃也更容易消化 看一下里面红豆层醋分明 好看又好吃 我是蓝子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感谢你的支持